各位朋友大家好 大概是在中学的时候 不知道是历史老师还是英语老师 曾经教给我说China这个单词的意思是瓷器 也是中国的意思 就是因为外国人特别喜欢中国的瓷器 所以中国也因瓷器而得名 也就是说先有的瓷器 然后隐身的意思变成了中国 那个时候我还是比较单纯的 老师说什么就是什么 当时只是觉得这些老外太没有见识 中国历史上有那么多的好东西 比如说丝绸 茶叶 麻将 怎么就只认的一个瓷器 等到后来长大一点了 也变得没有那么单纯的时候 自己独立的查考一些历史书 就发现这个说法是有问题的 什么问题呢 据我所知 瓷器最早是在宋朝的时候才开始出口海外的 而且主要走的是陆路 大家也知道瓷器这种东西呢 不太适合走陆路 这样一路颠簸下来 装车的时候是瓷器 卸货的时候都变成瓷片 所以通过陆路输入西方的瓷器非常少 后来一直到了大航海时代 也就是公元15世纪末到16世纪初那段时间 像大家熟知的哥伦布 麦哲伦 达加玛 他们满世界海淘的时候 才把瓷器大量的带到了西方 我记得那个时候葡萄牙有一个国王叫曼努埃尔一世 他在达加玛环球远航之前 就跟达加玛说 说小达子 这次你去海外带货 一定要记着给我带一件瓷器回来 你要是带不回来 你也就死在外面了 后来到了1501年 达加玛不复所望 从印度带回了中国的瓷器 可是世界认识中国 知道东方有这么一个大国的时候 可远远要早于宋朝 至少说在隋唐的时候 很多西方国家就已经知道中国 那么那时候他们管中国叫什么呢 瓷器那时候还没有到西方 所以肯定是会有一个名称 那么西方人那时候是怎么称呼中国呢 其实那时候西方人管中国就叫China 或者是其他语言中类似的音 比如说印度繁文中的支那 这个时间是在瓷器进入西方之前 所以China这个词肯定不是来源于瓷器 那么它是来源于哪呢 关于这一点呢 说法有很多 现在普遍的被中西方接受的一种观点呢 就认为China这个词 源自于CHIN 后面加的那个字母A 既表示一种尊重 同时呢也是代表地域的意思 可以翻译成我们中文的州 比如说America Australia Africa 后面那个字母A都代表的是地域的意思 州的意思 像澳洲啊 非洲啊 美洲等等 所以China呢就可以翻译成秦州 西方人知道中国的这个名称呢 也是从印度的繁文音译过去的 顺便说一下 支那这个词呢 现在听起来呢 是对中国人的一种贬称 但是最早呢 这个词是出自于印度的繁文 最初的意思呢 是表示善于思维很有智慧的意思 而且还表示说 这个地方能够制作出一些精美的产品 这最早呢 是出自于印度的一首古诗 叫摩科之那 摩科在繁文中就是大的意思 所以那个时候的Made in China绝对是精品的同一词 转一大圈 我们终于回到了今天的主题 今天呢 我就要跟大家一起聊聊秦 为什么突然聊秦呢 很简单 现在大秦妇不是开播了吗 这部大秦帝国的第四集 也算是千呼万唤史出来 这部剧我已经看了几集 我个人觉得呢 还是非常不错的 不管是从服装造型演员的演技 还有是否贴近历史史实等各方面来看 这都是一部非常典型的历史剧 它的有些情节虽然和史实稍有出入 但是呢 基本不走样 其实历史剧有一些细说的成分很正常 但是细说不能搞成胡说 完全违背历史事实 完全颠倒历史人物的基本性质 那就不是细说了 大秦妇目前为止做的还很不错 一不留神 又给大秦妇做了一个广告 大秦妇的制作方 如果看过我的这个节目 麻烦你们和我的经纪人联系 关于广告费的事宜 当然了 如果你们能找到他的话 自从我的经纪人携款外逃以后 我也一直在找他 先跟大家简单说一下秦国的历史 秦国的先祖呢 有个叫妃子的 他呢 给周朝的皇帝养马 养得非常好 于是周朝的皇帝就把秦这个地方赏赐给了他 当时秦就算是西周的一个附庸国 地点呢 就在现在的甘肃天水附近 最早秦国的国君并没有被周王封绝 所以他和其他的那些诸侯国的地位是不相等的 其他的诸侯国呢 好歹都有一个爵位 但秦国的国君没有 而且周王把他放在甘肃这个地方呢 也是为了让他防备西戎的进攻 实际上秦国扮演的决策呢 更像是一个为周王戍边的这么一个苦差事 所以东部的诸侯国呢 一般都看不起秦国 认为秦国和西戎就是犬戎 实际上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 都是一些未经开化的人 后来帮助周平王东迁 这就是历史上的平王东迁 也就是西周的结束 在这过程中立了大功 于是东周的第一个天子周平王就赐予了这么一个伯爵的爵位 秦国才算是和东方的其他诸侯国有了一个平等的位置 一说到西周的灭亡啊 大家肯定就想到了周幽王和暴四 也肯定想到了那个烽火戏诸侯 所以呢 在这里呢 我又忍不住的又要跑一下题 说说这个烽火戏诸侯 这故事的大概经过呢 我相信朋友们都非常清楚 可能很小的时候 父母啊 老师啊 就给我们讲过这个故事 而且要我们从这个故事中领会出很多做人的道理 那个时候没有人去怀疑这个故事的真实性 但是现在呀 有很多的历史学家都一致认为 烽火戏诸侯这个故事完完全全就是一个谎言 之所以说它是谎言呢 当然是有很多的历史依据了 比如说在先秦的时候是否有烽火台 据记载呢 最早的烽火台是始建于汉代 而且周幽王跟暴四也不可能在烽火台上等着诸侯军赶到 因为这一等可能要等一两个月 诸侯国的兵马才能赶过来 而且还不可能是同时到 因为各个诸侯国离浩京的距离差别很大 有的要十来天就能赶到 有的需要一个多月 所以周幽王跟暴四在烽火台上等着 得个重感冒那算是轻的 被冻死在那里都是有可能的 其实啊 周幽王的宠妃暴四很可能就是一个中度抑郁症患者 吃点药其实就可以了 千万不要玩火 在历史上 西周是怎么灭亡呢 并不是因为周幽王跟暴四在烽火台上玩火 后来等到犬戎族打来的时候 再玩火 诸侯国不回应了 因此西周就被犬戎族灭亡 实际上是周幽王确实是比较宠爱暴四 他跟暴四生有一个儿子叫伯福 这时候他想立暴四为王后 而废掉以前的王后 身后和先前的太子 这样就导致身后的父亲 身侯的强烈不满 身侯呢 就利用自己家族的势力 联合外面的犬戎族 里应外合就攻破了浩京 周幽王和他的儿子伯福被杀 暴四被犬戎族所掳 下落不明 西周也就宣告结束 那位周幽王以前的太子 也就是身后的儿子 就是后来的周平王 因为浩京已经被毁 而且当时又面临着犬戎的威胁 于是周平王决定东迁 真正是秦国变得强大起来的那个国君 叫秦孝公 他重用商鞅 推行变就是我们都了解的商鞅变法 秦国由此算是走上了发展的快车道 在之后到秦始皇之前 有三位国君 分别是秦惠文王 秦武王 还有秦昭湘王 大家可能觉得这个国君的名字太难记 其实啊 这三个人就是大家熟悉的那部电视剧 叫《闽月传》中的闽八子的丈夫和两个儿子 秦惠文王是闽八子的丈夫 秦武王和秦昭湘王是他的两个儿子 其中秦武王执政的时间很短 秦武王就是那个在先秦时代 特别喜欢玩铁人三象的那个运动员 他嫌的没事 非要去举顶 结果被顶给压死了 秦武王死了以后 闽八子 也就是当时的宣戴后 马上召回当时还在燕国做质子的他的儿子尹继 回来继承王位 就是后来的秦昭湘王 也就是在这部《大秦复》中一开始时候的秦国的国君 所以《大秦复》这部剧的历史背景是从秦昭湘王的执政晚期开始的 这部剧是从吕布韦开始说起的 所以咱们也就先说说这个吕布韦 吕布韦是卫国人 世代经商 他本人又颇具商业头脑 生意是做的越来越大 钱赚的也是越来越多 当时是没有什么福布斯排行榜 如果有的话 相信吕布韦应该排在前几位 后来为了做生意 吕布韦就到了赵国 赵国的邯郸在当时的战国时期来说 就相当于我们现在的巴黎 大家知道一句成语叫《邯郸学部》 就是说一个燕国人到了邯郸以后啊 觉得邯南人走路啊 特别时尚 所以就跟着人学 结果是没学会新的 倒是把自己以前的走路方式给忘掉了 最后只能爬着回燕国 当然了 这个故事很可能不是真的 这是出自于庄子 庄子是以善于做比喻而闻名 但是从一个侧面也表现出 邯郸确实是当时的时尚之都 引领时尚潮流 吕布韦到了赵国以后 就遇到了当时在赵国做质子的秦国的王子 盈毅人 见到这位盈毅人以后 吕布韦就有了一个大胆的想法 他想要跨界 他不想仅仅只是做一个单纯的商人 他还想做一个政治领袖 这一点到颇似后世的某一个大国的总统 后来吕布韦回家就和他的父亲商量 他问他的父亲说 如果我投资农业会有多少的回报 他父亲说大概有十倍吧 吕布韦又问 那如果我投资珠宝又会有多少回报呢 他父亲说大概有百倍之多 所以大家可见 为什么吕布韦那时候能挣这么多钱 就是因为那时候从商的利润率实在是太高了 现在能有这么高利润率的行业 要么就是贩毒 要么就是抢银行 要么就是制造那个二手的苹果 就是那个大家都知道 被人咬了一口的苹果 才能赚这么多钱 但是即使赚这么多钱 吕布韦还是不满足 他接着又问他的父亲说 那如果我要扶持一个国军登基 我会有多少的回报呢 他的父亲想了想 回答说无数 我分析啊 他父亲说的这个无数有两种意思 一种是说多 不可计数 还有一层意思呢 是无数就是没数 按现在的话讲就是没朴 因为在这之前没人做过这样的生意 但吕布韦肯定没我想的这么多 吕布韦就相信就是多的意思 于是呢 吕布韦就大胆的转型 做起了风头 成为了一名先秦时代的天使投资人 他投资的对象就是这个盈义人 又叫盈子义 这个盈子义呢 是当时秦国的太子安国军的儿子 安国军银柱有一个强大的慎 他有23个儿子 盈义人只是其中一个很不起眼的一个 因为盈义人的母亲下姬并不得处 可能也是因为盈义人太不起眼 所以呢 他就被放到了赵国做质子 所谓质子呢 实际上就是人质 就是在战国时期 两国签订和平协议以后互派质子 质子呢 肯定都是王子 如果一旦两国闹翻了 质子就变成了人质 质子呢 还有一层意思呢 我理解就是相当于投资的那个质 就是一个扔出去的儿子 生死只能游天了 但是在之前质子逆袭最后成为一国之君的故事呢 还真发生过不少 比如说在《芈月传》中大家看到的那个黄歇扶持的楚国的公子 先是在秦国做质子 后来就回到了楚国 做了一国之君 就是后来的楚考列王 另外秦国这时候的国君秦昭相往 以前也是在燕国做质子 质子的地位因为他远离政治斗争的核心 所以有时候反而会收到贺邦相争 渔翁得利的效果 不过这时候的淫义人可是一点也看不到希望 他在赵国已经当了八年的质子 而且在这八年里秦赵之间的关系是非常的紧张 经常发生战争 最大的一起就是在不久前发生的长平之战 白起坑杀了赵军的降族40万人 差不多把赵国当时的青壮年人全部杀掉了 所以可以想象当时的赵国人是多么的恨秦国人 公子一人的日子也是过得非常不好 这时候吕不韦就去拜见公子一人 进了他的家门以后 就看了看他的宅地 说你这门楣太小了 我可以为你壮大门楣 公子一人虽然落魄 但毕竟也是王孙呢 他高贵的血统也就养成了他高傲的性格 当时他感觉吕不韦是在炫富 当时他心里可能这么想 你这么一个建商 不知道在哪儿挖了几个煤矿 就变得不知道自己是谁了 到我这儿炫富 你来帮我 你有什么资格 于是呢 他就回答说 你要想壮大我的门楣 是不是先要把你的门楣壮大了再说 吕不韦马上回道 说公子 我的门楣要依靠你的门楣才能得以壮大 公子一人听了这话 觉得有点意思 于是呢 就和吕不韦坐下来详谈 吕不韦就河盘拖出了他的计划 他要想把公子一人推到秦国国君的位置上去 听了他的计划 公子一人觉得大有可为 于是呢 就起身向吕不韦深深一居 说如果先生能够助我成功的话 我愿与先生共享秦国 于是就这样 投资人和被投资人就签署了天使投资协议 大戏开场了 这时候又有一个人物稳墨登场 这个人物还非常的重要 他是谁呢 他叫赵姬 赵姬后来嫁给了公子一人 生下了一个儿子 就是后来的秦始皇 嬴政 那现在麻烦就来了 因为赵姬以前是吕不韦的侍妾 而嫁给公子一人以后 又很快生下了嬴政 赵姬是带着身孕嫁给的公子一人 这件事情可是非常重大 如果嬴政是吕不韦的儿子 那么历史就不是秦灭六国了 而是六国灭秦 你想啊 嬴政的母亲是赵国人 父亲如果是吕不韦的话 那就是魏国人 那不就变成了六国灭秦了吗 但是呢 这件事情要想弄清楚 其实也不难 只要去查查史书 史书上对这件事情应该记载的非常清楚 可是不查史书还好 一查史书就更晕了 这又是为什么呢 因为这两种说法都出自于同一本史书 是同一个人所写的 那么这个人是谁呢 这个人就是大名鼎鼎的太史公司马迁 这两个不同版本的内容 都是出自于史记 在史记的秦始皇本记中 是这样记载的 我给大家读一遍 说秦始皇帝者秦庄襄王子也 庄襄王为秦质子于赵 见吕不韦姬 月儿娶之生始皇 这个意思呢 是非常清楚 就是说 赵姬以前是吕不韦的妾 后来公子一人看上了赵姬 就娶为自己的妻室 生了儿子嬴政 也就是后来的秦始皇 单纯从这几句话来看 是没有任何问题 秦始皇嬴政就是公子一人和赵姬的儿子 而在史记吕不韦列传中 又有了一种新的说法 他是这么说的 说 子楚从不为隐 见而悦之 因启为寿 请之 吕不韦大怒 念叶以破家为子楚 玉与勾齐 乃随献齐姬 姬自逆有身 至大七时生子正 子楚虽立姬为夫人 在这里面的子楚 就是公子一人的另外一个名字 大概意思就是说呢 公子一人有一天和吕不韦一起饮酒 就见到了吕不韦的这位侍妾赵姬 见到以后非常喜欢 还特意的站起来 向吕不韦请求 把赵姬这个女人让给他 吕不韦呢 刚开始是很生气 但是后来想到他已经倾尽家产去扶持公子一人上位 所以呢 只好忍痛格爱 把赵姬送给了公子一人 而赵姬这时候呢 已经身怀六甲 但是赵姬并没有告诉公子一人 等到了大七 大七呢 指的就是正常的生免时间 生下了儿子嬴政 赵姬也就成了公子一人的夫人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 在史记的吕不韦传中 说的嬴政就变成了吕不韦的儿子 这两种说法都是太史公他老人家说的 还都记录在同一本史记里 而且史记在史学界又有这样崇高的地位 这时候后世的很多人都不禁要问 太史公你老人家是糊涂了 糊涂了 还是真糊涂了 那么后世的史学家们是怎么认为的呢 像东汉的班固就认为秦始皇应该姓吕 应该叫吕正 到北宋时期 那位特别喜欢杂人家刚的司马光 也是认为秦始皇应该是吕不韦的儿子 那么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难道秦王嬴政真的是吕不韦的儿子 我相信大家都不这么认为 那么司马迁老先生又是怎么回事呢 他怎么会把这个两个自相矛盾的说法记录在同一本史书上呢 其实啊 只要大家了解一下史记这本书 就不难理解这个问题了 司马迁在撰写史记的时候 他会把一些官方的可信度比较高的一些内容 记录在他的本记中 就像刚才提到的那个秦始皇本记 又叫秦本记 而对于那些民间传闻的可信度低一点的 司马迁也不会一点不记 他会记录在他的别传里 有一些更离奇的事情呢 他会记录在他的译文中 关于秦王嬴政是吕不韦的儿子 就是记录在吕不韦的别传中 可信度是不能和秦始皇本记相比的 那么后世的东汉的班固之所以这么说呢 是因为秦是汉的前朝 一般来说 后朝对于前朝都是多加贬择的 这样才能证明自己政权的合理和合法性 这就是所谓的有道罚无道 而修资质通建的司马光呢 本身他是一个大儒 大家别忘了 秦始皇有一个被后世记录的暴行 就是本书坑儒 所以秦始皇是所有儒生的死敌 所以司马光把秦始皇说成是一个商人之子 是比杂纲更解气的一件事情 所谓的秦始皇焚书坑儒 其实也是一个误传 焚书确实有 但是那是李斯干的 坑儒坑的可不是儒 坑的是方式 那些方式就是给秦始皇去找长生不老药 结果呢 药没找到 或者说找到的药疗效也不好 这些方式怕受责难 反而四处散布说秦始皇暴虐等等等等 所以呢 惹得秦始皇一生气 就想 反正你们坑我 那还不让我也坑坑你们呢 于是就把这些方式真的扔坑你了 所以啊 坑的不是儒 是方式 是那些喜欢装神弄鬼的假要犯 后世的很多史学家都坚信 吟正就是公子一人 也就是后来的秦庄相亡的儿子 首先从吕不韦的动机上来看 吕不韦扶持公子一人 就是想为了自己在政治上能有一个更大的一个发展 为此他投入了所有的家财 吕不韦并没有想过让自己的儿子来继承秦国的家业 如果他要是这样设计的话 如果被查出来的话 他不光是所有的投资都打了水漂 连自己的身家性命 以及全族人的性命 恐怕都难保了 他是绝对不会冒这么大的风险 况且如果是他的孩子 那时候还在腹中 连适儿适女都不知道 吕不韦就更不可能下这样的赌注 再一个 在春秋战国时期 因为各个诸侯国之间的相互通婚 那么王族的血统就变得非常的重要 所以鉴定血统的真伪就是一件非常严肃的事情 各个王室是有一整套的措施的 王室子弟和妻妾的私生活也都要有详细的记录 要不然以后就会有很多事情说不清楚 即使公子姨人是在赵国做质子 这方面的记录也一样马虎不得 而且赵姬和嬴政回到秦国以后 在秦国当时的王宫中内斗非常激烈 但是并没有人对嬴政的血统产生怀疑 另外从赵姬的怀孕的时间来看 实际上说的很清楚 他是到了大期的时候生下了儿子嬴政 也就是说是在正常的怀孕月份中出生的 既不是早产也不是晚产 如果他之前就怀了吕不韦的孩子的话 那么时间上肯定是对不上的 再说了 大家想想 公子姨人明明知道赵姬是吕不韦以前的侍妾 并不是一个未出嫁的女子 他肯定会在这方面有所提防 所以啊 我认为说秦始皇嬴政是吕不韦的儿子 应该姓吕 这就是后世人的恶搞 就是所谓的绿了秦庄王 臭了秦始皇 好了 秦王嬴政的生父姻云 咱们就说到这儿 下面呢 我再说一些剧中的历史背景 在剧中吕不韦首先的公关对象 那位华阳夫人 她是谁呢 华阳夫人就是我们熟悉的那位芈月 芈八子的侄孙女 她是芈月的兄弟 芈荣的孙女 所以她代表的是在秦国王宫内的楚国的外戚力量 另外在秦国王宫内呢 还有以夏姬 就是公子一人的生母 以及她那位姓韩的妾室 他们一起组成的代表着韩国的外戚力量 再一支就是以后来的赵姬 以其烙矮 为代表的来自于赵国的外戚力量 他们三方力量的角逐 在后面的剧集中 还会有很多的呈现 另外在剧中刚开始的那场战争 就是秦国围攻邯郸的那场战争 是发生在秦国与赵国的长平之战以后 历史上呢 叫做邯郸之战 这场战役呢 最后秦军是失败了 当时战国时期的几个很著名的公子 比如说 像魏国的信陵军魏无忌 赵国的平原军赵胜 以及楚国的春深军黄歇 都带着本国的兵马齐聚到了邯郸城下 魏国的信陵军是怎么来的呢 他就是通过大家熟悉的信陵军切伏救赵 带着兵来增援赵国的 楚国的春深军来的也不容易 那是平原军赵胜带着他的几个门客一起到了楚国 去做楚考猎王的工作 希望楚国出兵元首 楚考猎王起初不答应 后来平原军手下的一个门客恐吓了一下楚考猎王 楚考猎王才勉强同意 这个门客就是我们大家熟悉的毛隋 毛隋自建这个成语就出自于这件事情 还有现在出现的几个人物呢 我相信是为以后的巨型埋下伏笔的 比如说小时候在邯郸和嬴政关系很好 那位燕国的治子丹就是以后的燕太子丹 也就是后来风霄霄熙溪 易水寒 壮士一去兮不复还 的那位请荆轲赐秦王的那位燕太子丹 还有那位赵国的公子赵衍 他后来窃夺了赵国的国君之位 终于成为了一代昏君 赵国最终王国与他有莫大的关系 还有后来搅动秦国王室动乱的那位烙癌也已经登场了 他在后来就成了赵姬的面首 还有这时候的赵国实际上已经走向衰亡了 赵国最强盛的时候是在赵武陵王学习胡扶骑射的时候 但是长平之战 使得赵国的强国之路就走到了尽头 赵国在春秋战国时期的地位非常特殊 春秋战国时期呢 最强的国家呢 一个是秦国 一个是齐国 其他的那些小诸侯国呢 不是被秦国摁在地上摩擦 就是被齐国暴揍一顿 而赵国呢 因为他的地理位置特殊 他正好夹在齐国和秦国的中间 其他的国家要么被齐国揍 要么被秦国揍 赵国不一样 赵国是两边都爱揍 一般我们笼统的把这段时期称为春秋战国时期 但实际上呢 还是有划分的 至于如何划分呢 有很多种说法 但是比较得到公认的说法 也是我个人比较认同的说法呢 是从三家分禁开始划分春秋与战国 那大概应该是在公元前476年左右的样子 因为三家分禁就基本上奠定了战国七雄的雏形 关于这段时期的历史典故人物啊 都非常的多 非常的庞杂 所以呢 我也只是想到哪儿就说到哪儿 大家如果有什么想要了解的 可以在留言中告诉我 至于那些没有讲完的历史时期 我会在合适的时间给大家补上 相信几年以后 如果您一直看我的节目的话 您会对中国这几千年的历史有一个系统性的了解 这也是我和大家共同的心愿 好的 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 谢谢大家收看 欢迎大家点赞订阅 咱们下期节目再见